香港岛的南区 特别多奇形怪石的景象 上一次也介绍过邪炮顶的西牛石 凌晨俱备 今次也来到南区的庄坎国 这里可以找到更多奇特怪石各种奇景打卡 包括有魔爪石 鱼崖石 骷髅石 鲨鱼石 和狗头石 而隐居在深山之中还有一个巨型的哥斯拉石 走到庄坎国的海角上面 更可以找到一番绝色的海岸美景 浪漫的海角长楼梯打卡位 被称为大电视雪白的屋顶 半球型的炮台等等 这些曾经都是英军楼下来的防卫建设 现在通通都变成打卡的景点 想探险的还有张宝仔洞 想游泳的还有庄坎国海滩 这一条简单的路径上面 打卡的景点数之不尽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走一趟 怪石奇景探寻之旅 请大家订阅David大卫的频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动力 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带大家去到庄坎国 探寻奇形怪石 我就会坐地铁去到香港站 向着D出口的方向走过去 这里就是通去交易广场第三期 走前多一点 下底就会有巴士总站 而我们可以坐的巴士就是6号和6X的巴士 站位差不多在最前的位置 就是这里 6号和6X的巴士都可以去到庄坎国 不过6X就会贵一点 如果要探寻哥斯拉石 我们就在庄坎国到11号下车 而我们今天去的目的地就是庄坎国山 我们就要坐到庄坎国海滩站 车费9.8元 大概坐半个钟左右 就来到这个回船柱站下车 而回船柱的对面也有6X站 就是往返中环的 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可以过对面搭车 现在我们就在巴士站这里起步 一路沿着庄坎国走到下面 这条平坦的路就可以一路通到庄坎国的海角 欣赏沿岸风景 但是就会错过了很多打卡的岩石位 所以我们一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 遇到第一个避车处 我们就靠过去左边 看到上面有白色崖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山的路 这里就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到庄坎国山 入口就是这里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上山了 初段上山的路都挺吃力的 要不断爬上山 还有很多的浮沙碎石 所以要注意安全 现在就到了刚才看到的一个白色崖边 白色崖都可以爬上去 不过都可以跟着色带一路向上走 好了 终于登上了第一个崖顶了 这里看出去的风景零射开扬 看到暖绿的山林眼睛都非常舒服 再找一个没有遮挡的位置 让大家清晰地看一看这里的风景 绿草鱼因 下面还有一个装坎国海滩 泳滩长169米 据说那里长期都是保持一个良好的水质 而这里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第一个打卡景点 就是魔爪射在我们的右上方 现在我们就从旁边的山林慢慢走过去 去到这个分岔口我们不要上山 继续打架走过去 这个魔爪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看看 上山大概5分钟就已经找到第一个打卡景点 魔爪射了 通常人们就会爬过去魔爪的指纳之间 打卡拍照 不过大家打卡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里始终是一个预崖位 这个魔爪射就好像一个骨质疏松的骨落环切面一样 阴森得来又好奇特 都挺有趣 看完魔爪射这里有条路可以接驳回去上山的路 之后我们就是不断沿着 色带指引的路线 不断向山上走 山路上面都很多的黄土水石 所以走这里千万不要急要一步步向上走 好了 来到第二个高度 这里看出去的景观又是怎样的呢 开始都可以看到尺柱 而左边的风景依然是十分之秀励 这些这么漂亮的风景只有登上山才可以看得到 欣赏完风景我们又需要继续往山上面走 这座庄坎山最高处大概有131米高 上山的路途非常之遥远和辛苦 所以找到这些遮阴位一定要把握机会休息 整段行山路径就是初段最辛苦之后就非常之容易走 现在终于上到山脊最高处的位置 这里抬头一望上面就有一块好像骷髅骨那样的石头 不过这个石头一定要挺后一点 软观和要找对角度才可以看到骷髅骨的形状 这里就是第二个打卡旗石点叫做骷髅石 在骷髅石的左边也有一块遥遥欲罪的岩石在这里 第三个打卡的景点就是这块鱼崖石 这块鱼崖石的旁边拉过人下去 好像挨掉了一块石头一样 就可以拍到一些很小皮的照片 山顶上面这两块打卡点都拍完照片了 接着我们就穿过这块骷髅石 一路沿着最高峰的山脊一路走过去 附近也有很多色带指示我们的方向 之后的路就比较舒服容易走很多 而且四面都有美丽的风景可以欣赏 也有微风吹过来 在山峰上面看过去对面的山峰 也可以看到狗头石 不过在找狗头石之前 这里也有一块鲨鱼石 看上去也有几分相似 离开这块鲨鱼石 去到我们最后一个打卡旗石点 就是这个狗头石 沿着山只走过去也很容易走过去 不过要留意这里特别多杂草重生 所以很容易勾烂山腐 最后一个打卡的景点就是这块狗头石 远处网也挺像一只狗仔 不过只限这个角度看才像 如果再走前多一点就不像 好了 装坎山所有的打卡点都找齐了 最后就用航拍机和大家回顾 刚才经过看到的打卡旗石位 装坎山也是一个风景挺优美的 行山路径 四周都是被海景包围着 又有沙滩可以游水 这里也是一个秋天几值得来的行山路径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很特别的打卡位 刚才我们经过看到的魔爪石 还有沿岸石 呼噜石等等 都是一些相当有趣的打卡位 一条路径就可以打了这么多张卡 其实装坎角这里还有一处很特别的打卡位 就是这块巨大的哥斯拉石 它的所在位置就是头周这个位 头周这里还有一个连岛沙周 上去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搭回 刚才6号巴士和6X巴士 坐到装坎角度110号下车 究竟这个哥斯拉石收到哪里呢 就是这两块石垒之间 潜藏了这块巨大的哥斯拉石 等我们再近一点看一看 只有这个角度看才非常像一只背着我们的哥斯拉 本来来到装坎角这里 都想随便离这个打卡点拍摄给大家看 不过天气太过嫌热了 看来有点不知 所以留待将来有机会再拍给大家看 好了 回到九头石这里 欣赏完这么多奇色奇景之后 我们就要下山了 下山走到装坎角海角那边 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可以欣赏 现在就带大家走下山了 沿着这条路靠着左边的路径走过去 左手边的风景就是赤柱 可以看到城市提反弯 海天一色的海景风景都非常之秀励 来到这个地方 大家都要注意在找条出路都有些困难 我在这里也找了一会儿 才找到条对的路走出去 从这里看过去对面 其实可以看到一条标高柱 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过去 不过我们就不是往山脊上面走 今次找一条下山的路走下去 唯独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得到过去 大家都要小心下山的时候 都特别多浮沙碎石 一路顺着走下去都没有其他分岔路 那就来到这个标高柱 都没什么特别 不过都可以在这里打张卡留念 接着我们继续从左边那条小路 继续往下走下山 就会找到一个废置了的探舍灯台 来到这里就尝试站上去看一看 下面尊红色的建筑就是池氏护仰远 继续顺着走下去 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到地面 下面就是装坎角度的石屎地 就是刚才走过来的马路 这条山路就会接驳回到石屎楼梯上面 之后很轻松我们就可以回到地面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处可以探尋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旅程还未完毕 池氏护鲁院这里以前就是一个一号炮台的位置 后来才改建成为一间护鲁院 建筑的旁边有一个装坎角公园 这里就游上了很多浅蓝色的座位 这里本来有一条路可以走下去 去张宝仔洞那里 不过现在就封了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旁边的马路 一路走下去下面 走下去的过程其实左右两侧都有斜坡墙 我们就好像被两座的斜坡墙夹住一样 就好像东平洲的斩颈洲一样 这条石垃也挺值得打卡拍照 走到这个位置已经去到装坎角的海角边 这里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建筑 这里看到的半球体的形状 以前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二号炮台 它建于1938年 以前英军就是为了加强香港岛的防卫 而建造的炮台之一 这座白色的炮台据说有时候都会游上蓝色 另一处打卡的位置就是这条长长的海角楼梯 通常远足人士就会摆住这条栏杆 就可以拍了一张天涯海角感觉的照片出来 再走多一点小心碰头 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屋顶 好像一部大电视一样 走出去的风景就更加疗阔开揚 这里就是探射灯的灯座原址 我们就可以坐在这幅的石墙上面拍照打卡 也有天涯海角的感觉 拍完照之后 来到最后一处值得探尋的张宝仔洞 烧口墙的旁边 其实就是一条小小的山路可以通往过去 很快我们看到下面有一堆金黄色的岩石 而前面就有一个废置了的哨站 哇 立刻看到一幅挺海盈的画作 桃鸭 密章堡仔洞就是这里的下面 在哨江的下面就扔了条绳 帮助我们慢慢走下去 下面还设计了一些站脚位 都挺容易可以走到 这里就是一处寧静 无人打扰的天涯海角的海岸边 面前就是海天一色的海平线 我们最后一处要去的地方就是张宝仔洞 这个张宝仔洞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左手边有一条石垃的位置 让我们一起走过去探险一下 这里竟然有一个非常齐齐的石垃 里面就真是一个很深的洞 让我们立刻走下去看一看 要来到这里探洞 大家的装备上面 都记得要带一支非常强力的电筒 我就开始走进去了 洞口也非常深 走进去之后慢慢收窄 慢慢要摔下头才进去 进来张宝仔洞这里漆黑一片 非常之阴心 由于非常深处 身手都看不到五指 就算是打开了手机灯 都不是很见到里面的情况 不过我只知道这个洞非常广大 宝藏就没有了 纯粹一个探险的经历 我都担心会遇到其他的生物 所以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好了 去到这里所有的景点都带大家走坏了 我们就回到沙江这里 沿着旁边的楼梯一路往上走 就可以出回到刚才的庄坎角公园那里 离开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一次自护仰远 这里等16号A的专线小巴 来往柴湾 不过班次是非常稀疏的 如果趕时间的话 都建议大家走出去回旋处那里 左手边也有6X小巴可以回到中环 请大家订阅David大卫的频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动力